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美国真实清晰的世界网站发表 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 全球经济及全球城市研究组研究员贺奇的文章说 一场有关美国与中国关系前景的重要辩论 已经不可避免的公开 尽管争论越来越激烈 但参与者却仅限于政治家 政策制定者专家等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 实际上在过去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已经变差 即使在今年6月 香港爆发反中共的抗议活动之前 美中关系极已变得明显更加敌对 在今天的华盛顿 对未来中国的描述 已经从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 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有关大国竞争的言论不绝于耳 前美国财政部长巴尔森 去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 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的转变 他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证明 美中对话接触的结果是一团糟 最近在美中关系上改变态度的 不仅仅是华盛顿朝野 美国工商界领袖 也开始对中国采取新的谨慎态度 北京和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之间的僵局 以及由此引发的媒体反映 只是最新的势力 但到目前为止 美国精英阶层中明显存在的 对华敌意和戒心 在整体美国人中仍然缺乏 近年较早时 由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进行的民调显示 68%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应当奉行和中国友好合作及接触的政策 认为应当限制中国实力增长的只有31% 实际上十多年来 这两种认知所占的比例一直相对稳定 对美国人来说 两国合作的关键方面是美中双变贸易 多达74% 占稳定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对华贸易 其中包括65%的共和党人 82%的民主党人 73%的无党派人士 合作的好处不仅限于商业上 占64%的多数美国人认为 美中贸易加强而非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美国鼓励对华贸易是大力支持 更广泛国际贸易的一出效应 占87%的近9成美国人现在认为 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利 这是芝加哥理事会民调 自从2004年首次提出的这个问题以来 最高的正面回应记录 此外 八成以上极占83%的美国人相信 国际贸易对美国公司有利 人数比例 2016年上次调查时增长了25% 美国人对中国并未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 他们认为美国今天地位强大 占比58%的多数美国人认为 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 五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认为 美国经济比中国强大 而不是中国强于美国 或双方旗鼓相当 如果美中关系的确处于转折点 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直接向美国人民表明自己的立场 争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 与此同时 美国公众舆论应当保持稳定 这会使政客们觉得 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余地不大 毕竟美国政治体制之所以强大 正在于民选的领导人代表着人民的意愿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